所以 下回我们修菩提心的人要讲 爱发脾气的做一遍 做一遍 为什么要提醒自己 我是属于脾气主的 会耍个性的 因为你不这样一直提醒自己 或是被提醒 以我们大家爱面子这种立场 实在很难弄很难处理 第九 昼夜长安 如果脾气不好 不修慈悲睡不好 早上起来精神也不好 等等 第十 其身不离喜乐 少病少苦 有些人一辈子都在痛苦 那边痛那边痛 反正这些都是因为 令人不高兴 不修忍辱 常有病苦 病得很厉害 因为我有一位师兄弟 我师父就经常跟他说 因为我们这些师兄弟 没有被他骂过的 大概出不了家 出家以后 个个要被他骂 但是他现在还在 但是他就是整天都在生病 我们大家也没办法劝他 因为 连我师父都跟我说 那没办法 就是没办法 他的个性 所以修慈忍的人 其身不离喜乐 第四 大家一起念好不好 眼睛睁开 嘴巴打开 好 开始 你所得时 时已能消 时如忧波罗花 不同于除 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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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知道的道理 都要用在心里面 用在行为上实践 永不退转 精进也叫勤劳 所以佛陆 所以佛陆说 所有佛陆的一切教法 以不放异而得逞 你再好的教法 你不修 不精进 没有用 所以 佛陆最后的遗教 精进 求证 不管你要证的 小菩提 中菩提 大菩提 身文言学佛 叫小中大 你都要精进 所以 如果能够如此 他 就是包括外在的一切 包括魔障 就不能够 责服你 你永远在 努力 第二 得佛所舍 诸佛欢喜 所以越精进了 诸佛菩萨 越加持我们 射受我们 第三 为非人所护 所以 诸天护法 护持你 第四 这一点更重要 文法不忘 所以各位都可以试试看 仁波切讲一节课 有人有抄笔记 有人没抄笔记 但是 明天再叫你 大概讲一下 你可能忘了 有些人还记得 因为他拿来观修 时时刻刻在观修 那在这一点 当然记忆有两种 记好的跟记不好的 有一种业障 是专门记不好的 不好的忘不掉 好的一定忘掉 很可怜的 所以 我想我们必须在佛法上面 精进 让我们成为一个 像安安一样 文法不忘 所以 缅甸佛教之所以 每一个比丘 都很会讲经说法 不用看稿的 包括跟格鲁派一样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背经典的 这篇背五大论 这篇背 把大人绝经 就像我刚开始出家 那时候 道元长老交在下面的 因为我也在那边 结果全部人都在背 一直背 所以 后来这些 有些出家了 出家有点好处 他突然就想到 哪一句就讲出来 这样 因为他们 把这些 祭颂经典重要的 都背下来了 那这样 对我们自己思维很好 就像牛吃草 可以 再把它 都出来 慢慢慢慢 阻绝 消化 所以各位能够 背得更多 最好 不然的话 至少你把 这些祭颂 经典 经典或是哪一句 善知识的法语 很好 你随时拿出来看 称怒 急入地狱 小心 所以不散乱 是成佛唯一的方法 所以 那你要把这些祭颂 记得很清楚 文法不忘 或精进 第五 未闻能闻 没听过了 你都有机会 听闻到 那现在有很多佛书 这一句话 该你懂得奇怪 自然你就会翻到那一页 看到那本书 或别人送给你 这叫因缘不可思议 第六 增长变才 这一点 各位一定要发愿 作为一个菩提心 想要利益众生 弘扬佛法 讲经说法 调伏众生 这是必要的 特别佛陀的 这些口业 可以讲一下 三藏十二不经典 我们 才有机会 听闻佛法 所以 作为一个菩萨 一定要守口业 而且要发愿 那自己 才有一个 很好的 辩才 就像我们 这次 有很有福报 因为仁波切 特别安排 出家人 一般都是在家翻译 因为我们 大部分是出家人 因为 我们拉玛多 自己很忙的 但是他翻译出来 都不会 顿哪一句话 都好像 一句很好的句子 让我们听得 非常非常地清楚 我们非常随喜功德 各位将来 你也应该 学习这个 副讲 或翻译 就像以前 我是做 真话长老的翻译 他讲 中文 我翻成 闽南语 有时候还翻成中文 因为有些 听不懂 河南话 我师父的 枪更重 虽然他讲的是 普通话 但是有些人 就是听不懂 那你还要再翻一次 但对我 帮助非常大 因为你不能 加一个字 也不能少一个字 这是习惯 那我有一位 师兄弟 也很会翻译 我们听 师父也不是 这样讲 他就这样讲 因为他就很随便 啪啪啪啪 叫 天啊 那不给他翻译 他还很生气 对吧 那又没办法 所以 那这个你叫 要念习的 要 要很 记忆力要好 又不能讲错话 又要讲重点 因为我师父 虽然他 不会讲闽南话 但是他会听 这才最困难的 会听 不能随便讲 讲错 所以各位下回 你真的要念习 就像各位现在在 听经 听一遍 你可以用录音机 自己用 闽南语 翻一遍 这有什么好处 他已经进入你的思维 不然你怎么翻出来 对你有帮助 就像我们在读诵经典一样 讲解经典一样 第七 菩萨精进得三昧性 三昧也是空性的意思 所以就保持跟佛的心态一样 可以得到这种 三昧性 第八 少病 少脑 所以对我来讲 很多人都问我说 老老师你不累啊 天天这样跑不累啊 我说我也不想要 但停下来就生病 我刚刚在上面又写了我自己身上三张牌位 中风的 车祸死的 还有一个烧死的 但是一停下来 我就 你坐在台上 没什么事 所以只能一直保持这种状态 我希望各位养成这个 因为我大概从小被逼 来自出家以后也变成这样 因为很多事情 所以脑筋里面 不想事件的事情 就想如何把这个事情做好 或是如何把这个佛好 回答好 或是 就像我要讲这一章 内容本身也很简单 但是大家都会 我们怎么互相提醒 所以 你要去思维这里面的意思 所以人可以老 脑筋不要失智症 不要老 要保持在 一个好的状态 第十 如优伯罗话 不同于除 这怎么解释 因为这个优伯罗一开 就非常的 庄严 一精进一开就很漂亮 那除呢 除应该是不动的 救救的 我是这样解释 所以精进的人 就显现了庄严 不精进呢 那就 就是救救的 在那边 翻过来 禅修 第五 菩萨摩侯萨与禅相应 有十种利益 这里面 他翻译不是讲禅定 不如我名字 他讲与禅相应 禅就是实相 禅就是无我的智慧 就像今天 某切讲了那么多 那么多 不是用各种的名词 那你要以空性 以圣异地 以实相相应 这个叫禅 这里面写的不见得是 打坐 打坐后面叫厌坐 所以 也就是说 我们大乘佛教的禅是什么 不离大悲心 不离菩提心 不离空性的去 行 一些利他的事 也叫以禅相应 那当然汉传佛教的禅 第一种叫你修了什么 畅战 炉香炸热烦 你要很融入 所以大乘佛教 用很多的仪式 包括大家在礼拜 一起唱会 参加法会等等 包括走路 要怎么走 我们刚出家都被教得很厉害 可以安住仪式 所以修禅的人 敲墓鱼走路 参加法会 顶礼 跪拜 这些仪式都会很庄严 乃至在密村里面 他们一起打手印 一起打法器 唱诵都要争取很庄严 代表他心 很定 这一点大家都认识 法陶安尼 我觉得我看了很多 我不是特别 因为虽然他年纪轻 但是我觉得他禅修 修得很好 所以他们在唱诵 做什么都很专注 而且记忆力会非常好 唱起来会好听 相好庄严 这个就是以禅相应 他比较容易安住仪式 第二 行慈境界 那既然大乘佛教 不能生气 要修慈人 所以你就会安住在这种 行慈 去实践慈悲的境界 小小的 很欢喜 像弥勒菩萨一样 第三 无诸恼热 所以内心 这个恼热就是内心乱 着急恐怖 那以禅相应 当然内心里面 寂静平静 第四 守护诸根 心里调伏好 眼神 也好 讲话 走路 都很庄严 第五 得无食喜乐 不用吃饭 也很平静 很快乐 一般人是不吃饭 会烦恼 会痛苦 但是禅修的人 他可以到七天 十八天 三十天 不用吃东西了 入定了 甚至食量很小 当然 两种 一种就是说 自己安住在一个空性 很平静 或清安 是不吃饭 每个人都吃饭 一种 好 都买 不吃饭 你